下面一个问题 在地藏经中提到九种堕阿比地狱的人 其中第二是摄佛无 请问是什么样的具体行为才是犯吃佛无之罪 这个是多阿比地狱的人 这个阿比地狱也有等级 也有亲众不同 可是最重点是无逆手 这个无逆罪 第一是杀父母 杀父母杀母 父母的恩德大了 杀父母决定懂阿比地狱 那个麻烦可大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要经过很多次沉住坏空 它未必还能出得来 这个罪太重了 以前很少 为什么大家都有教育 懂得现在不行了 现在杀父母太多了 那么在从前法律 有侵权处分 这个我在小时候都知道 好像是民国二十几年 政府才废除的 什么叫亲权处分 你的父母在发院里告你 我这个儿子不孝 你们把他枪毙 政府立刻就执行 没有辩驳的 那为什么呢 父母对儿女是多爱护啊 父母不要你了 你没有资格在世界上做人 这个很厉害啊 所以不敢不孝 怕父母告的时候 命就没有了 这是啊 所以说再讲 那一条法律是正好 可惜以后会出 亲权处分 平时你其他的罪 你还找律师来辨命 你减刑啊 这个没有的 这个没有人跟你辩护的 而且立刻会执行的 那么这就是中国 法律上重视小道 所以才有这么一条 杀父上 杀阿罗汉 阿罗汉是老师啊 他在这个世界是教化众生的 你一杀他的时候 断多少人的法身毁灭 那这样一个好老师 所以这个是阿比迪 另外就出佛神学 那是提破大多的事情 故死 杀佛杀不掉 佛的佛报太大了 没有人能杀得了佛 阿罗汉 佛有胡法神 但是 让佛 皮肤破一点 留一点血 这个是可能的 这个有 所以叫处佛神血 那就是恒不善的心 想害佛 这个多阿比迪迪 那么第五条呢 破壛祸生 这就是大家灾块修行 破坏修行的道场 这个最重了 最主要无力罪 多阿比迪迪迪 无力跟实物一定是连起来的 无力 实物 读阿弥陀 这个 是佛的 乌 是乌 但是它的 引身的意思呢 我们要懂得 可以这样讲法 打着佛的招牌 自己决定没有一教风险 甚至对佛根本不相信 欺骗信徒 这样子 得到信徒的供养 他们在享受 对佛没有丝毫贡献心 这个罪症 这个我觉得非常严重 我们想一想 都能想到 你看看 四中弟子 供养这个道场 那个佛报从哪里 道场人真真修道啊 他修道成就了 你就有福了 他修道不成就 你没福啊 可是佛门常说啊 师主一立你 大入虚弥山 今生不了道 匹毛带就还 所以 所以这个 不思僧禅 贪图 以佛这个 佛教的 这一些 无论是 建道场 或者是办 种种佛寺的活动 而是一种 欺骗众生的 手段 没有信心的 那么他的罪过 就跟这个 所说的 完全相同 堕地狱之后 地狱罪受完了 莫归 莫归罪完了 便出身 还来还宅 所以我们 在讲经的时候 曾经跟他说过 苦中有罗 罗中有苦 你在欺骗信徒 现在真点 你得到一点享受 物质上享受 那个罗 罗里头有真苦 这他不知道 修行人好像很苦 苦中有真罗 那个罗是超越六道轮回 他都不晓得这个道理 他都不晓得这个道理 我们曾经在《华音经》上讲过 无善提罗 那你就晓得了 那就是属于这一条里面 那不是真正的比丘 不是真正的修行人 装作修行的样子 让这些善性来供养 善性来供养 完了之后还笑话他 你看 他被骗了 被我们骗了 真有不是假的 我学佛的曾经的见过 而且的时候还见过 还都是出家人 不是普通人 资格比我老啊 我那时候刚刚出家了 刚刚出家 不敢讲话了 看到这些老婆 有人在聊天的时候 喝茶聊天 佛经上讲的因苦 你们真相信吗 这是我们家里人谈话了 你真相信吗 天心土在啊 你看这么大了 那这种心态的时候 都是要躲地狱的 很好吧 有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没有修金教啊 所以修佛 一定要以金论为主修的 离开金论 问题就多了 肯定造罪 所以金论就是佛菩萨 不离开金论 就是不离开佛菩萨了 天天跟佛菩萨接近 听佛陀的教诲 越听越明本 只有肯定 长时期慢慢就开悟了 你想我们对这个金教 对学习 跟诸位来讲解 我们初学讲经的时候 一个小时金本要讲两三章啊 现在一个小时讲一两句啊 那这就进步了嘛 那这以前不懂得这么多意思啊 讲不出来啊 那查好多参考资料的时候 还是没办法 一个小时总要讲一两章 要讲几十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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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